這個主題要來看的是針對一個utility vehicle 它的多功能的車架 車子的fine structure 然後會做什麼事呢 做模型驗證 以及對這個車架做結構剛性的評估 這一篇報告呢 在分析的部分是我們車輛系陳永泉陳主任那邊做的 主要我們EMA的部分就由我們實驗室這邊來進行 大概就會介紹一下我們模型驗證理念以及怎麼去做設計變更 然後因為做模型驗證就要做有趣人數分析 所以我們看一下F1 model是怎麼建構的 然後看我們EMA怎麼去做實驗的規劃 那結果就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先模型驗證 模型驗證的角度就是確認我們分析模型的可靠度 那可靠的以後當然我們分析方法確定了 那就可以去做一些變更設計 那這個UV這種frame structure其實過去的探討很多 但是對一個車輛來講重要的是什麼 強度跟安全 那CAE這個技術當然就是一種分析的方法 已經用在這種測量產業已經用很多 那它是角色就是快速的做評估 以及做結構的設計的用 那這些是相關的一些文獻 我們就不特別提了 那當然這些要去做這些評估 有限元素法當然是很重要的工具 那另外一方面EMA 如果簡單講它就是 in simple words 簡單講它就是一種實驗的方法 做什麼做結構正統的量測 所以它是定義起來它是一種工具 那可以幫忙做什麼 確認、驗證、分析模型的靠性 那EMA做的事情 做完EMA可以得到什麼 結構的模態參數 那模態參數有幾個 第一個是自然頻率 natural frequency 第二個是什麼 mod shape 第三個是modal damping ratio 模態阻尼比 那當然我們講阻尼比 常常會忽略掉模態 都簡稱阻尼比 但是必須要知道 這三個是每一個模態 就有這三個模態參數 那實驗模態分析當然是很重要 一直都有用在各種結構的設計 那這一篇報告其實就在說明 模型驗證的idea 整個concept整個理念是怎麼做的 那當然就是結合了有限元素法 還有實驗模態分析 那會實際的來秀說 你看到一個實際的 UV的frame structure 那大概就會比較有感覺 那這個做的過程是怎麼做的 那EMA重要的角色就是去確認 validate 去認證這個分析 分析的數學模型是不是可靠 那一旦驗證過後以後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模型 做什麼 響應預測 那在這一邊的響應預測 那在這一邊的響應預測 是去評估 Structural stiffness 那我們在講說 評估一個Structural stiffness 結構剛性其實是個很籠統的名字 那在這篇報告裡面是定義了兩個 Bending stiffness跟Tortion stiffness 好 所以構想上就是這樣 這個是實際的UV的結構 那也對應的去建構它的有限元素模型 那當然在做FEA的時候 我們建構的模型出來以後 就要去做模態分析 做完模態分析就可以得到模態參數 剛剛講的就自然頻率 模態陣型還有阻尼比 這是分析的 但是分析基本上都只能得到自然頻率 模態陣型 阻尼比事實上是要靠實驗 所以實驗的角度這邊 等一下我們會看看說 要布點怎麼布點 那怎麼去量到這些 那也可以對應得到 實驗的自然頻率 實驗的模態陣型 阻尼比實驗也可以得到 那理念上是什麼 因為模態參數是系統的特性 如果兩個對應很好的話 那代表的就是分析的模型跟實際的結構 兩個是等效的 所以我們講等效是equivalent 它兩個是等效 所以系統就是等效的 那完成了模型驗證 完成了模型驗證 我們確認了分析系統 也就是說這個系統已經被驗證過了 那驗證OK以後 我們就可以什麼 輸入input 然後求output 求output 那像我們在這一篇報告裡面 其實做了兩個 在響應預測 就是要去預測output 所以在這邊 等一下會有立體度會比較清楚 其實我們是固定前後 然後這邊給一個 等於如果從測試圖來看 相當於是這種bending 所以這是一個bending test 那如果像這系統的話 可能要看成像平板 等於是這邊兩個角度固定 這邊固定 然後上下給一個立 所以它就會造成一個什麼 tortion的效應 那這個結構鋼性是用這樣子來定義 其實 因為目前它也沒有相對應的規範說怎麼做 那我們在這邊報告裡面是用這種結構鋼性 就定義bending bending跟定義tortion 來接定它的結構鋼性 那確認OK以後 那當然我們就可以做什麼 不同的結構的設計 來使得什麼 我們設計目標通常是什麼樣 減縱 減縱 所以我們要減縱 然後至少剛性是什麼 跟原來的剛性是一樣的 那這樣是不是就可以達到我們設計 變更的目的 那當然轉換的過程 就會從實際的結構建構CAD的圖形 然後再轉換成F1Model 那這個F1Model 在這個CADS裡面F1Model是用APEX去做的 這是由陳永全老師的團隊他們去做的 那這個材料參數 其實最主要的驗證的材料參數大概就是 做好以後 那我們會把分析的模型做材料參數的校正 校正OK 那當然就可以去做後續的應用 好 那這剛剛提的這比較大就是固定點 像這邊是固定點 然後做Banding 等一下立體圖可能會看比較清楚 然後在Portion的時候是這邊是固定點 然後這個應該是主要的負載的地方 所以就上下加兩個 所以造成Portion的效果 好 整個模型建構起來以後 那當然是後續就會去做分析 那現在我們看看實驗模態分析是怎麼做的 那這個就是實際上 這個結構真的就是為了這個 還是把這個買的這個把它吊起來 這個還蠻重的 那在這個實驗裡面呢 我們其實是固定HEMER 這是固定HEMER 所以FT是固定 等於是FJ就是固定 然後加速規 加速規事實上用的是三軸向的 TRI-AXL 就是TRI-AXIS的那個三軸向的加速規 所以基本上這加速規呢 就會有XYZ三個方向 比如以這個點 如果放在這個點來看的話 它就有XYZ三個方向的量測 所以每個點都有三個方向 那這邊要講個小複製 這個點總共有300多點 我記得有300多點 第一次量的時候我就千交代萬交代說 在量測的時候一定要去紀錄方向 因為三軸向它都有方向的 通常量的時候還不是這個方向 因為如果我們貼 比如說這是 我就講一下 我就示意圖畫一下 因為它是這個管件 這是這個管件 像這樣 所以這貼上去的時候 通常量到的是一個Normal方向 因為加速這個 三軸向加速規大概就是一個平面 反正一個加速規的樣子 你就把它想像 大概就是大約就長這個樣子 透視就長這個樣子 你這一邊一定是貼在結構面上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這個可能就是Z方向 可能會有一個X方向Y方向 加速規上面都會標示 那你就要注意 所以標示上去以後 你就必須很明確的注意 黏在這個地方 你的XYZ是哪個方向 就要界定好 所以 比如說 我們每一個點 可能都會有一個變號 比如說這是第100號 那第100號出來 你就會有 100的X 100的Y 100的Z 三個點 所以就要存好 那輸入的點通是固定 在某一個F接點上面 那這次的作用是 挑在這一邊 那挑在這一邊 不是隨便挑的 其實是 有事先看過 分析的模太陣型 挑這一點 大概就是不會有 節點的位置 所以就敲在這一邊 那所以說 為什麼說 要特別交代這小故事 因為 第一次在做的時候 真的是沒有注意 為了要改這個方向 改了好久 怎麼改都改不對 結果 碰下決心 乾脆重做 所以又重做一次 那在重做的時候 就把這些方向 點的對應編號 都同性對過 那出來結果 等一下大家會看到 分析跟實驗的結果 基本上就對的 就相當好 好 好 那這個是 實驗得到的 FF跟Synthesize 所以就有 XI點 就是I07 J07 每個點 這個有 X方向 Y方向 Z方向 所以這是 同點的 好 好 那可以看到Synthesize 做出來 紅色的是 合成的 合成的就是說 我們拿到 Curveating的 摩太參數 然後 帶進去理論的 FF去推算 所以紅色的跟 實驗的 這兩個曲線 對應的很好 代表說我們 Curveating 曲線 簽合是很成功的 你們可以看到 整個都對應的很好 好 那這個是 實驗的結果 跟分析結果的比對 我們從這個來看 這個是實驗得到的 摩太數 跟正行 這一欄是分析得到的 那 能夠把它擺在一起 必須有一個條件 就是 兩兩的 摩太陣型 一定是對應的很好 對應的很好 才擺在一起做比對 好 那實際上比對呢 他們的自然頻率 當然有 這個摩太 誤差比較大 到20幾% 其他的 大概都是 這個7% 很多大概都5%以下 那當然有些摩太 也沒有直接對應 像中間有些摩太 分析的摩太 並沒有完全對應 但是從 低頻率到高頻率中間 整體看起來 能夠抓到對應的 應該算不錯 那事實上會有些東西 會不一定得到對應的原因 比如像F01 為什麼沒對到 F01其實它是 Local的摩太 你看這個地方 F05 這邊好像也沒對到 那為什麼沒對到 在分析裡面 這也是一個Local摩太 那這邊是 在實驗的時候 是沒有鋪點的 那你再看 HF7 F8 這個地方也是沒對到的 那它是屬於局部的Local摩太 所以它整體動的時候 只有這兩根在動 10 11也是一樣 類似 就一個Local摩太 所以它並不是一個Global 你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原則上如果說 在做這個比對的話 你做這樣比對下來 一看 前面的這些摩太 是不是等於都沒有掉了 都對應的很明顯 那這個地方就直接來看 分析跟實驗摩太的比對 如果從這圖來看 從先看左邊這個 這個是這邊動 跟這一個上架動 那可以看到對應很好 然後再看這個3D的 這個地方是上下動 那這個地方有點不太像上下動 因為它還有左右的效應 不過如果從這個圖來看 它是不是整個彎曲的 其實這個是很典型的一個3E 如果以Frame來看 它是很典型的一個3E摩太 那如果來看這個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Portion 先看這個測試圖 這兩個是前後這樣搖擺 那你來看3D的圖 這也是前後這樣搖擺 那看這個圖又更明顯了 這個地方整個大的Plane 是成一個菱形 這一邊 實驗出來是成一個菱形 所以從各個視角看 可以看到這個模態 這兩個模態的陣型 也是對應很好 頻率也是很相近 然後再來這個的話 如果先從這個圖來看 這個地方 這也是有點Bending 但是整個是這個Frame在變形 那可以看到 這個兩個的變形方式是很一致 那如果再看這個視圖 這是兩根整個兩個往外膨脹在動 這個也是 那整體來看 這邊前面這個Frame 前面這個Frame是上下這樣動 那你可以看到它是上下動 當然它多了一個什麼 側向 不過基本上可以看起來它大型 模態陣型幾乎是都很對應 那如果再看這個的話 這個視圖它是 這邊是左右搖擺 這邊看起來是左右搖擺 那如果你看這個Twisting 這邊也是這種扭轉的效應 從這個視圖跟左邊這個視圖看起來 大多是對應 那這個視窗跟這個視窗 這個視角看起來是對應 所以剛剛說我們可以把兩兩的模態放在一起 比較 事實上就是可以觀察到它們的模態陣型是一致的 那我們才可以拿進來做對應的比較 那這個是頻率對應的差異比較大 但是它們的模態真的是對應的很一致 那一個四七一個五八 所以它頻率很低 但是它的相對誤差其實就還蠻高的 就到二十幾% 那像這個也是 如果你從這個視角來看的話 它是左右偏白 這個地方也是左右 那這個地方呢 是上面的這個frame 左右晃 這個地方也是左右 所以基本上這個模態看起來也是都對應的 那這邊已經到十幾個模態 那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就是膨脹 膨脹隱身的 那整個看起來3D的也是互相對應 因為它到比較高頻率 它的陣型已經沒有那麼大 不過從這邊看起來 又得到一個結論 我們分析跟實驗 在主要的低頻率的模態 其實連續對應下來都對應很好 如果從這個對應的角度來看 剛剛我們這邊說 沒有對到的都有很明確的解讀了 甚至到10、11這邊都是很明確的解讀 也就是說 我們前面主要已經對到的一個 十個模態左右都可以對應得很好 那這樣子 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比對 那到高頻這邊也有幾個 那雖然中間有一些沒對應 不過這樣子來看的話 應該可以說我們這樣的分析模型 是有一定的可靠性 然後接下來就是做 結構剛性的評估 那結構剛性評估剛剛提到 Banding大概就是 對兩邊這邊固定 然後施加均勻的施加 那個複合 然後產生Banding的效應 然後在這裡呢 Portion的時候呢 它是這邊固定 然後這邊一個壓的 一個拉的 所以就產生一個Portion的效果 然後去看它的 我們在這邊看的時候 等一下會看的時候是 我們這邊會得到它的Delta 會得到變形量 然後這邊有F 所以它的剛性就是 應該是F除上Delta 所以就會得到它的 牛頓除上米的 這是Banding stiffness 就是用相對性的 然後Tortion就用合成的Torque 然後除上它的變形 等一下我們看單位 這邊 這邊就有單位出來 所以Banding stiffness就是 剛剛講的 直幣除上它的變形 然後這個是用Torque 然後看它的旋轉的角度 Degree 所以Original的結構 是這樣子 然後經過最佳化分析 做一些設計 因為這個部分還是有陳永全老師那邊做的 有做了結構設計 剛性的部分可以看到 灣區剛性跟Torque的剛性都有增加 但是重量少了17% 所以這樣就達到了 輕量化設計的效果 而且還能夠維持足夠的剛性 那EMA在這個案例裡面 有呈現什麼重要角色 當然你結構分析 是不是也可以一樣做這樣的做分析 但是比較如果沒有這樣的實驗的佐證的話 我們說這個分析模型可靠度如何 不知道 但是這樣子做過以後 得到了這些量化的結果 是比較有對付性的 而且是可靠的 真的是拿實際的結果去做驗證 所以這邊告告大概就是 主軸架構來講 其實就是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結合FEA EMA 來驗證這個Framed Structure FE Model的正確性 那評估這個正確性透過什麼 模態參數的比對 那我們很明確對出來 都在一個合理的差異的範圍內 那在結構剛性分別從Banding跟Totient去看 那用相對性的比較 就會發現 我們這兩個剛性值呢 修改過的結構 都比原來略高一點點 那重量可以少掉17% 所以這篇報告大概就是 怎麼樣讓FEA的設計變更 透過EMA來做一些確認 那大概是整篇報告主要的精神 所以我們這篇報告就是說 是做模型驗證 做結構剛性的評估 好 那這個報告就介紹到這邊